陳啟川先生紀念音樂劇 娟滴川啟 將在8月6號晚上7點半 於魏武營國家藝術文化中心戲劇院精彩開演 希望藉由紀念音樂劇 讓更多不同世代背景的人 一起認識陳啟川先生 娟滴川啟導演吳唯唯表示 所以是一個不是只有南部 而是希望從南部看見整個台灣的一個形象的感覺 我們希望因為其實高雄也很多各地來的人 對 它是一個港口 我們希望很多東西進來也會有很多東西出去 所以是秉持這樣的一個概念 所以我們讓各地的演員都站在魏武營的這樣的一個舞台上面 這樣子 那除此之外呢 其實還有一件事情就是 我們其實沒有辦法復刻那些年代 對 但我們可以用一種比較寫意的方式 去分享在那個年代當中的心情 我們沒有辦法完全是在那個年代的感覺 但無論如何 不管是日劇時代或日志時代的台灣 到現在的台灣 台灣都是台灣 對 我們更想說的是 陳啟川先生有一個非常感動到我們的 就是他是曾經要即將參加奧運的台灣第一人這件事情 雖然當時是一個日本統治台灣的時代 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台灣人 我們在外面發光發熱 更重要的原因是我們知道我們自己是誰 我們把我們的特色帶出去 而啟川先生給了我們這樣很大的一個靈感 他不是只有代表高雄 更代表很多台灣人很堅韌的那樣的一個生命力 然後跟活力把這件事情傳達給世界各地 目前票券已經索取完畢 歡迎民眾準時入場 一同懷念陳啟川先生傳奇的一生 更多捐滴川企相關資訊 可以上陳啟川先生文教基金會粉絲團查詢 以上新聞由記者郭怡珍採訪報導 天台